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补充一条新规定 不允许下属对上司存在不该有的心思 请克制好自己的感情 这是什么鸟规定 我嘴角微抽 刚准备回答 肚子却传来一阵脚痛 痛得我死死咬住唇盘 颤身回道 好的 姜总 抬头却发现姜蜜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 老板姜蜜不光长得好看 还是姜氏集团的小少爷 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建立公司 两年前 进公司的第一天 天真的我就被这张脸给迷惑了 姜蜜狠狠地击碎了我的天真无邪 在我这里 把女人当男人用 我弱弱地问道 那男人呢 姜蜜平静冷漠地回了句 男人当畜生用 我 太向自信 我严重怀疑她的人生作用明事 和我处不好 自己找问题 进入姜氏集团的第一个月 我就恨不得杀了姜蜜 见过狗的 没有见过这么狗的 她看出我的怨念 掀起一抹冷笑 我知道我脾气不好 如果你不能忍 请你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为什么别人可以 要不是工资够高 我早就跑路了 如今的我 已经被姜蜜磨练出了金刚不坏之心 脸皮都厚了几十圈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稚嫩的简以宁了 我在公司群里把姜总的话 一个字不漏地发了出去 这个群里没有姜蜜 消息刚一发出去 底下出现了一排的问号 我就想问 是谁想不开了追求姜总 当年天真的我也曾不知好歹暗恋过姜总 现在想起来都想给当年的自己一个大鼻兜 喜欢谁不好 喜欢邪恶的资本家 我知道了 那个人一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不是她的错 是她病啊 请那位向姜总表白的同事自动站出来 我们会帮你战胜病魔的 其实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这么疯狂 居然能让姜蜜为了她单独制造一条规则 趁着午休 我打开了直音刷视频 直音是最近很火的短视频APP 看见好笑的视频 我没有忘记分享给我的好闺蜜林判 我打开私聊的页面 发现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昨天我发的话上 你都不理我 你不爱我了 呜呜 宝宝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这么冷漠 对方还是已读不回 我怒了 直接打电话给林判 该死的女人 我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 电话无人接听 好吧 我无奈地挂断了电话 林判在国外工作 她那边现在还是晚上 林判和我相反 我是个外向开朗的性格 而她属于温柔沉稳的性格 可能这就是互补吧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 我把整理好的文件发给了姜密 终于可以回家享受美好时光 回到家中 面对的是一片漆黑的冰冷 我伸手开灯 客厅被白痴灯的光所照亮 我把手中的外卖放在桌子上 打开知音 准备一边刷视频 一边吃饭 发现林判在线 她那边差不多已经是早晨天亮了 宝宝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别躲着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线 在我的连番轰炸下 对面终于回消息了 回了我一个冷漠的 第二天一早 姜密微信说 昨晚的文件有点小问题 让我去办公室找她 一到办公室 姜密还是那副神情情网的模样 见我进来 她下河微微扬起 嗓音冷淡 简助理 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你 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一旦发现即刻开除 无论是谁 我点头附和道 姜总说的是 说得太对了 姜密突然倾咳了一声 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一脸懵 不是说文件有点小问题的吗 怎么就让我走了 算了 不问了 没有问题也挺好的 记得我第一次出现错误的时候 姜密说 真羡慕你 我 她诞生到 有我这么优秀且包容的上司 你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我 六 当时差点咬碎了一口牙 我才憋出一个笑容 您 开心就好 想到这 我打字的手更加用力 键盘都要被我 敲冒烟了 所有人 姜总规定了 咱们公司不允许搞办公室恋爱 一旦发现即刻开除 大家耗子为之 群里灯时又炸了锅 谁呀 到底是谁呀 非得喜欢咱们姜总吗 公司里那么多优秀的未婚男同胞 你随便选 呵呵 反正不可能是我 老板的嘴巴一张 我就觉得 我需要进ICU了 姜总名言名句 故意和人反着来 是不是给你一种特立独行的满足感 姜总名言名句 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原则 并不丢人 丢人的是 没有卖一个好价钱 某位女同事或男同事 你是被毒打的还不够 听解一句劝 别暗恋姜总 会变得不幸 看见这满屏幕将某人的恶行后 我拘了一把心酸泪 痛 太痛了 虽然将某人平日苟了点 嘴巴多了点 人还行 公司的员工待遇不要太好 午休时光 我照例边吃午饭边刷视频 顺便分享给闺蜜 微信上闺蜜和我说 她最近工作很忙 有时间一定会回我消息的 我甩了一张熊猫头过去 在分享一支开拖拉机的小狗视频时 我带上了一句话 宝宝 你看视频回我哦 那么大 我这边才刚发过去 那边就秒回我 别发那么多 看不过来了 我准备打字的手一顿 临盼这个时间不应该再休息吗 你不休息吗 在工作 哦哦哦 最近工作这么忙嘛 需要熬夜加班来做 太辛苦了 我心疼地说道 别这么辛苦 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大不了我养你 对面沉默了 我想临盼一定是被我感动到了 随后临盼别扭地甩了个微笑猫猫头 表情包过来 江总 明天要去最城与新科科技签合同 我需要一起去吗 嗯 我看着手机上那个N字 咬牙切齿地说道 喵的 明天是周日 万恶的资本主义 与新科科技的人签完合同后 我坐在驾驶座上 扭头询问后面的江蜜 他就静静坐在那 金贵与清冷浑然天成 宛如雪后 松竹般引人注目 精致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原料没出息的我再次被江蜜的脸给迷糊了 江总 我送你回家吗 我强迫自己一开了视线 简已明 我条件性反射地说道 在 发现江蜜紧闭的薄唇一出一丝鸡不可查的笑意 语气也没有平日里的冰冷 给你一个机会 我满脑子都是问号 迷茫地问道 什么机会 江蜜嘴角淡然一扬 你一直想要的 我一直想要的 我怎么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去剧城游乐场 我一愣 江总是与人约好了吗 不 我和你一起 我 站在游乐场 我在风中凌乱 我居然和狗老板 阿呸 江总一起去玩游乐场 想玩什么 江蜜目光下脸 安静淡然地望着热闹的游乐场 你要去玩游乐场 现在问我想玩什么 我在内心不断地吐槽 但还是拿着地图钻研了一下 我激动地指着地图 过山车 我要玩过山车 听说这个过山车是倒着走的 冲下去的时候 还在空中360度旋转呢 江蜜 走吧 五分钟后 我神清气爽地从过山车上下来 听工作人员说过山车最高的80米 冲刺速度136千米每小时 爽得很 下一个就玩大摆锤吧 我回头去看江蜜 发现他面色苍白 凌乱的发型 无一不彰显着他的惨淡 仔细看 眼角还有晶莹的泪水 嗯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 不让他露出邪恶的笑容 玩玩大摆锤 不可一世的江总魂都要没了 头发乖巧地搭拉着 看上去还有点可怜 江总 咱们先休息一下吧 你先坐着 我去买水喝 说完这句话 我明显看见江蜜松了一口气 等我买完水回来 江蜜正背对着我 不知道在干什么 江总 江蜜舒尔回头 迎着初夏的威风 冷淡疏离的眉眼 染上一丝温柔 我心中漏跳一拍 过来 我给你拍照 我啊了一声 被强行赶鸭子上架 面对江蜜的镜头 我强行挤出笑容 看江蜜那淡定从容的模样 他还挺专业的屁呀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照片二百五 奈何江蜜 还有点得意的看着我说道 我知道我拍得很好 也不用看这么久吧 那个大饼脸 身高一米五的人 是我 看多了容易容貌焦虑 我忍着打抱某人的头的冲动 拍得很好 下次别拍了 我对今天自己的妆容非常满意 你想要的话 我给你买 手机来消息了 是林盼回消息了 我昨晚转发了个水晶皇冠给她 呜呜 不愧是我的好闺蜜 我没有放在心上 拍了张自己美照给林盼 别装了 你都躲在手机后面流口水了吧 林盼却一板一眼地回复我道 没有流口水 不过 宝宝今天很好看 我得意道 那当然了 傍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把我留在了公司里 手机上显示半个小时后停雨 林盼却在这个时候 给我打了通电话 我刚接通 就听见林盼那激动的声音 宁宁宝贝 我休假了 明天回国的机票 太好了 住我家 我们半年没见面了 聊着聊着 不知道怎么 就聊到了江蜜 毕竟她最近真的很奇怪 时不时借口 自己东西买多了 然后塞给我高级零食 宁宁 你不会对她心动了吧 喜欢她 怎么可能 急了 急了 我心里乱得很 急忙到 我才不会喜欢一个三十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 脾气古怪的老男人 轰隆 一声巨大的雷声 吓得我扭头往回走 电闪雷鸣中 我看见我背后脸色 可以用恐怖来形容的江密 无狗命修矩 这是我心中唯一的想法 我居然说老板坏话 被他本人给听见了 那个 老板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努力地挤出了一抹微笑 电话那头的林盼 本来在一个劲地问我怎么了 听见我说话时 他也跟着沉默了 江密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一往淡漠的眸子中 此时藏着无名火焰 恐怖的神色 似乎要把我吃了 老板 你听我解释啊 我还想再挣扎一下 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江密的脸上 附上一层汉人的冰霜 黑眸深处 涌动着几分薄怒 冷冷其口 给你一个狡辩的机会 我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那个 因为我闺蜜开玩笑 我是想和她说 江总您有钱有言 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我是想让她别说了 对不起 江总 我错了 我手足无措 只得硬着头皮老实解释 我的心里 已经做好了被辞退的可能 江密不答话 静静地站在原地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小声地说了句 江总 你要是实在无法原谅我的话 那我就主动辞职 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江密冷冷地打断了我 随意在背后 说上次坏话 年终奖取消 年终奖被取消很痛心 但不用辞职了 说完这句话后 她塞给了我一个东西 留下一个冷漠中 夹带着委屈的背影 我想我应该是看错了 低头看怀中的东西 发现居然是一把雨伞 顿时 我内心十分的愧疚 江总对我这么好 我还说她是脾气古怪的老男人 半夜醒来 我都想坐起来打自己一巴掌 我可真该死啊 第二天一早 我带着自己做的早饭和雨伞 去找江密 江总 进入屋内后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江密 被江密的黑眼圈吓了一跳 看见是我 江密的脸要多臭有多臭 江总 我是来还你伞的 还有 不要 这是我做的早饭 最后两句话 几乎是同一时间说出口的 就在我想着 拎着东西滚出去的时候 江密又开口了 这次她的脸色好了很多 我正好没吃早饭 我把饭盒放在桌上 狗腿子般殷勤道 江总 我厨艺还是不错的 江密羞脑地说道 简助理 我想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 你别太着急了 啊 什么叫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 我没听懂江密的话 低头一看 眼睛都差点瞪出来 救命 我拿错饭盒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饭盒呀 袋子和我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的东西 不是我的饭盒 袋子里放着一盒爱心巧克力 这就算了 旁边为什么还有一袋套套 眼前一黑 我拼命地回想 估计是在地铁站上拿错了 看着像是娇羞小媳妇的江密 我内心狂喊 你误会了江总 我没有啊 江总 我说我在地铁上拿错饭盒了 你信我吗 江密没有说话 眯着的毛子打亮着我 满脸都分明写着 我不相信 我伸手准备拿走东西 却被江密拦住了 他慢条思理地从我手中夺走了巧克力 巨傲地微昂着下巴道 巧克力我就收下了 勉强原谅你了 他的眉眼稍稍舒展 心情看上去不错 我静怡不定地拿着其余的东西落荒而逃 直到坐到座位上 我才松了口气 难道江密很喜欢吃巧克力 所以他才原谅我了 真是看不出来啊 高冷静域的江总 居然喜欢吃甜食 晚上我去机场 接到了我半年未见的好闺蜜林盼 宁宁我想死你了 半年不见 你又漂亮了 林盼冲过来就是一个熊抱 我俩回到家中后 林盼把行李一放 就摊在了我家的沙发上 累死我了 宝宝 一会为我吃饭 我白了一眼林盼 滚 吃饭期间 林盼询问道 你老板怎么样 他有没有为难你 要不然跟我干吧 我想自己创业了 我把昨晚和今早的射死事件 都说了一遍 林盼乐得哈哈大笑 我没好气地说道 这都是伴谁所赐 你还笑 林盼停下了笑 好奇地问道 哦 对了 你为什么知音一直没有加我呀 昨晚和今天一整天 我都没有时间刷知音 你就胡说八道吧 天天和我聊天 都在知音上聊出大火花了 还装呢 我以为林盼是在和我开玩笑 昨天还喊人家宝宝呢 现在居然不承认了 林盼怒了 边说边打开手机 好啊 你居然趁着我不在 和别的妹妹聊天 等林盼把他知音号的主页面 对到我脸前 我脸上的笑容一讲 所以 这些天喊我宝宝的人是谁 难怪一开始 我发那么多消息 对方已读不回 还发问号 这人主页显示他是个男的 你们还用情侣头像 他该不会以为 他在和你网恋吧 林盼笑道直不起腰 我却恨不得一头撞死 想到这些天 我在陌生人面前发疯 还放自己的美颜照 对方没有拉黑我 说我是变态 都是好事了 见我脸色不太好 林盼安慰道 没关系 他又不认识你 有什么好怕的 也是 他不认识我 世界这么大 总不能遇见我吧 想到这我心里好受了点 林盼 我关注你了 你快关注我吧 关注那果然多了个小红点 我打开关注了林盼后 系统自动给我推了 联系人好友的知音号 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头像 我呆滞地看着手机屏幕 盯着那个熟悉到令我流泪的联系人名称 林盼也看见了这个头像 他捂住了嘴 你们认识 这个江狗贼是谁 他后面说的话 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不允许下属对上司存在不该有的心思 请克制好自己的感情 简助理 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你 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一旦发现即刻开除 无论是谁 给你一个机会 你一直想要的 我想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 你别太着急了 之前听不懂的话 我现在全都懂了 江密恐怕一直误会我暗恋他 疯狂表白 最后被我的真情打动 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所以他以为我俩在谈恋爱 我面如死灰的靠着沙发 我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了 林盼被我的脸色吓到了 慌忙扶着我 宁宁 宝宝 你怎么了 听到那两个字 我脸色更加的灰败了 白手道 别让我听见宝宝两个字 是谁不好 为什么偏偏是江密呀 我想到这些天的话语 也难怪江密会误会 我想起来了 那天林盼让我去下载一个知音 下载后我看见 有个叫林七古隐的人 关注了我 看见林我就以为是林盼 宝宝 你为什么这两天都不发视频和美照了 我抄啊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到 冷漠如冰雕的江密 会打出宝宝两个字 我深呼一口气 颤抖地回到 工作忙 敷衍了几句后 我就借口自己要睡了 深夜 我捂着发烫的脸 躲在被窝里 心乱如麻 明天我不想去上班了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老实地说 实话道歉 偶尔继续欺骗江密 我辗转反侧睡不着 天都亮了 清早的闹钟一响 我蹦了起来 我还是老实和江密说吧 不然 我良心不安 给林盼准备好了早饭 我就出发去上班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会在公司门口碰见江密 看见他时 我下意识地就想躲起来 简已宁 我看见你了 奇怪 为什么会看见我 哦 我真是昏了头了 居然躲在电线杆后面 这不是在掩耳盗铃吗 我探头看过去 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江密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想到自己说的那些话 连句早上好都说不出 江密低眸轻笑一声 声音温润细腻 走吧 不想被同事看见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江 江总 今天中午我有事找你 我们在顺顺家常菜那里见 这是我们公司附近的一个小饭馆 江密答应了 我也抱开溜 只能内心煎熬地 跟着他一起进入公司 电梯 恰好电梯门要关了 我没忍住喊了一声 下一刻 我的手被人握住 我正要缩回手 却被江密钻紧了 温热的手拉着我朝前跑去 我错愕地抬头去看江密 他也恰好回头看我 淡漠疏离的眸内浮现起了一层温柔 快点 我的心跳在这一刻猛烈加速 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进入了电梯内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呆呆地跟着江密走 他突然停了下来 我差点撞上他的后背 你的办公位不在我的办公室 我的脸和耳朵染上了烫意 我再次落荒而逃 刚坐下来 我的同事就担心地看着我 英姐 你还好吗 我 在她的事宜下 我打开了公司群 久久家的消息 和有人艾特我 我顿感不妙 难道我和江密的办公室恋情 被发现了 宁姐太可怜了 熬夜工作 第二天还要被江总 强行拉到公司里上班 前几天 宁姐周末都还要陪着江总出差 宁姐都这么辛苦了 江总还取消了宁姐的年终奖 宁姐是被江总 拉近电梯的 她满脸的抗议都不敢说 这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你们看见 我和江密手牵手 居然是这个态度 不应该猜想 我俩地下恋情吗 满屏幕都是大家对我的同情 我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江密 你看看 你平时的为人吧 被人发现我俩牵手 竟无一人怀疑我俩关系 坐在小饭馆里 周遭人声鼎沸 我都不敢抬头看江密 你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江密一身西装 与这小饭馆格格不入 我在心中想着自己的台词 希望可以一鼓作气说完 那个江总 我想你误会了 江密 嗯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我以为你的知音号是我闺蜜 我认错人了 所以才会喊你宝宝 还换情侣头像 在我说话间 江密的眼神越来越吓人了 脸色也沉了下来 他似乎不能接受这些话 对不起 江总 是我的问题 你随便怎么处罚我 我诚恳地看着江密 恨不得已死谢罪 江密的神色 就像是暴风雨 即将来临的前奏 所以这一切就是个误会 恕我自作多情了 是吧 简助理 听着江密咬牙切齿的话 我两条腿都在打颤 瑟瑟发抖道 江总 你有什么处罚我都认 只要你不生气 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难怪你之前骂我是三十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 脾气古怪的老男人 他一字不落地 重复了一遍那天我说的话 随后 江密双唇紧敏 眼神中的怒火 几乎要点燃周围的空气 那现在你说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 我战战兢兢地小声道 分 分手 不料 江密的神色更加地恐怖了 就在我以为江密要发火的时候 他忽然 哭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密 他眼眶红了一圈 脸色苍白 显得孤寂而又脆弱 整个人都被镀上一层破碎的凄惨感 我呼吸一致 心脏处传来疼痛感 简已宁 你凭什么说分手就分手 我那么喜欢你 你分享的视频我都一个个看 还认真地回复你小作文 你说喜欢什么 我都买了 准备我们在一起一个月的时候 送给你当惊喜 我正愣在原地 周遭的一切事物 都仿佛没了声音 江密 江狗贼喜欢我 他居然喜欢我 我走到了江密的身旁 哄道 你先别哭了 江密别扭地转过头 我没哭 江密 他阴阳怪气道 你说得对 我只是个三十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 脾气古怪的老男人 我打断了他 认真道 江密 我说我也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怎么会不喜欢呢 九百多天的相处 嘴硬心软的小江总 默契到一个眼神 就喜欢对方在想什么 江密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还是有点别扭 高冷道 你不会再骗我吧 救命 我的江总好可爱 我亲了下他的脸 说道 原谅我了吗 江密的脸 疼得红了 不愧是三十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男人 真纯情啊 江密明明已经羞红了脸 还要摆出一副嘴硬的姿态 没有 见他害羞地不说话 我捧着他的帅脸 又亲了几口 宝宝 原谅我 原谅我 周围人怎么看我们 我已经不在乎了 简以宁 你亲了我就要对我负责 我可是纯爱战士 听着江密的话 我没忍住笑了 公司有规定 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也不允许下属对上司有不该有的心思 没想到有一天 姐还能翻身做主人 江密 我是老板 听我的 好的 江总 在一起的第二个月 我发了个朋友圈官宣 配图是我和江密 在游乐场的合照 江密搂着我说道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是我偷偷拍的 照片上 我笑着看着镜头 一旁的江密 正在认真的看着 他手机里拍的我 如我所料 公司群再次炸了锅 宁姐 你糊涂啊 宁姐 是不是江总威胁你的 原来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 是简助理呀 对不起 是我们平时对你不够关爱 回头是岸啊宁姐 不能光看脸 江密脸色都绿了 指着手机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 群为什么没有我 这是我们员工群 江密咬牙切齿 江狗贼 简以宁 我给你备注宝宝 你叫我江狗贼 咳咳咳 我清了清嗓子道 江密 我们是绝配 你不要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刚从办公室回到座位上 同事们痛心疾首地劝说我 以宁 说 你和江总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两个月前 他们还想问什么 忽然就闭了嘴 我一转头 江密过来了 老同学们 记得明年参加我们的婚礼呀 大家送上了祝福 你小子 是不是上学的时候 就心思不纯啊 我说呢 非要剪以您当助理 不要咱们几个兄弟 好家伙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单身狗伤不起 忘了说 我和江密 还有公司里的一半人 都是大学同学 所以他们才敢说江密的小坏话 难怪当初我应聘的明明不是助理 入职后发现自己是江密的助理 看着江密心虚却故作淡定的眼神 今晚一定要好好盘问一下江密这小子 江密最近有点不自在 因为他的助理疯狂地爱上了他 居然天天喊他宝宝 这简直恐怖极了 不得不说 简以宁隐藏得很好 整整两年了 他都没有发现 简以宁暗恋他 在他发了那些火热的表白后 按照他的性格 他本应该直接开除他的 但是简以宁是个优秀的员工 开了他 他可能就找不到 这么得心应手的助理了 那就勉强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他委婉地给他一个警告吧 看待他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 要是简以宁哭了 到时候被人家说欺负助理 可就不好了 今天补充一条新规定 不允许下属对上司存在 不该有的心思 请克制好自己的感情 说完这句话后 江密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简以宁的神色 发现他脸色一白 很痛苦的模样 却还是颤生忍着痛苦回了好 江密内心有点震撼 他居然这么喜欢自己 简以宁被他警告后 一个下午都没有再发消息打扰他 江密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 没想到晚上回到家 刚一打开手机 就受到了简以宁的质问 江密缓缓地打出了一个问号 看来他应该提醒地 再直接点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养你 江密常年寂静如水般的毛字 敬起了一丝波澜 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屏幕上那行字 从来没有人说过让他不要那么辛苦 还和他说 大不了他养他 简以宁就这么喜欢他吗 就算他两次警告后 也依然没有改变对他的喜欢 他一直是个不婚不恋主义 但现在略有松动 如果谈恋爱的对象是简以宁的话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他那么喜欢他 而且他们还是一所大学毕业的 上学的时候 也没有看出来简以宁对他有什么心思 没想到啊 简以宁是个这么藏得住的人 江总 明天要去最城与新科科技签合同 我需要一起去吗 看看 多么黏人 江密决定大发慈悲 给他一个机会 在车上 江密察觉到简以宁一直看着自己 他就这么好看吗 给你一个机会 你一直想要的 看看 都高兴傻了 听说很多情侣都是去游乐场约会的 那他们也去吧 江密真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人在天上飞 混在后面追 简以宁的胆子 怎么就这么大 江密简直是不可置信 不过也是 敢这么追他的 他是第一个 肯定不是一般人 他休息的时候 一个男人对着江密大吐苦水 哎 兄弟 你也是陪女朋友来的吧 我都要烦死了 来玩的 他一直拉着我拍照 出去玩感觉 还没有他发朋友圈重要 江密却若有所思 那他也给简以宁拍照吧 当晚的江密等到凌晨 也没有看见他的简助理发朋友圈 收到简以宁照片的时候 等江密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设置成了自己的手机屏幕 没想到简以宁居然以为 自己对着他的照片流口水 笑话 不过真的很好看 当初让简以宁做自己的助理 也是觉得这姑娘真是单纯可爱 江密生气了 他简直要气死了 简以宁居然说 他是30岁还没有谈过恋爱 脾气古怪的老男人 不过看在他第二天哄自己的份上 他就勉强原谅他了 没想到 他已经对自己想着羞羞的事情了 但这也太快了 江密觉得自己这辈子 情绪最失控的一天 一定是坐在家常菜饭馆的那次 进去时有多期待开心 听到简以宁话的时候 就有多生气 都要气到吐血了 江密一直有个小秘密 情绪激动就会想哭 不过还好 他就说嘛 他这么优秀的一个人 简以宁怎么会不喜欢他 故事二 我带着女儿和季宇川在商场门口见面 我从人群中一眼就能望见他 男人神色冷硬 在看到女儿时 才露出一抹不经意的温柔 真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任谁都会这样想 只可惜 季宇川已经在两年前 从我的丈夫变为前夫 今天是父女俩每周一次的相处时光 小姐 请问方便留个微信 以后一起探讨健身知识吗 我从跑步机上下来 旁边不知何时站了个年轻男人 健身服包裹着奔章的肌肉 他一手搭在跑步机服手上 挑眉冲我微笑 我调整呼吸 掏出手机看时间 和四岁女儿童童的合影 赫然显示在屏幕上 抱歉 我颇有些无奈地养了养手机 接女儿的时间快到了 我得马上走了 对方的笑容瞬间僵硬 又将我上下打量一番 善笑道 没想到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小孩都这么大了 我耸了耸肩 回礼貌一笑 从健身房出来 是与童童会合的时间 就在同家商场三楼的儿童游乐区 寄予穿单手 抱着童童 一手拎着几个购物袋 向我走来 他身材挺刮 无论出现在哪总能 轻易吸人眼球 几个年轻女孩经过 对着这对妇女 言嘴小声讨论 难掩兴奋神色 男人浓眉深目 分明是英俊的长相 冷硬的面部线条 又会让人无端产生一种距离感 只有面对女儿的时候 眉眼舒缓柔和 有种不经意的温柔 即便站在庞杂的人群中 一眼看去也是 让人心动的对象 女儿眉眼间 跟季宇川有几分相似 粉雕欲拙的小人 此刻脸颊红扑扑的 显然玩得很开心 妈妈 她看见我 便迫不及待地 冲我伸出双臂求报 那几个女孩转而将视线投向我 打亮的目光中 又藏着几分艳线 真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任谁都会这样想 只可惜 季宇川已经在两年前 从我的丈夫变为前夫 按照离婚前的约定 女儿童童归我抚养 每周六下午 是父女俩相处的时光 童童已经迫不及待地 扑到我身上 我对着她的小脸蛋 亲了好几口 逗得彤彤直发笑 回头看见季宇川 她注视着我们母女 眼底上有未来得及 脸去的笑意 林双 你和之前真的不一样了 猝不及防 季宇川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 神情中带了点 不知是欣赏还是欣慰的意思 之前的我是什么样 刚离婚那会 我并不放心将童童交给季宇川 毕竟她自出生起 便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季宇川也没有独自带娃的经验 活动的范围定在这家商场 季宇川会陪童童上一节美术启蒙课 再带她在游乐场游玩 那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于我而言简直是煎熬 我胶着地等在商场内的咖啡馆 心绪全拴在女儿身上 要是童童在游玩的时候出意外怎么办 她要是饿了渴了 想上厕所了 季宇川能照顾周全吗 季宇川那么忙 她会不会接了个电话 就把童童望在一边 我甚至不恶意地想过 季宇川会不会偷偷将童童带回去藏起来 季宇川每次都会把童童完好的交还给我 证明我的担心多余又可笑 她对着我焦躁的神色 几次欲言又止 某次我接过童童之后 神经质般地检查她有没有磕碰受伤 季宇川终于忍无可忍 林一双 你是不是过于紧张焦虑了 这话在离婚之前 我听过无数次 甚至让我心底生出一种本能的厌烦 季宇川建议我 真的可以找点自己的事情做 你不能只围着孩子转 童童也是我的女儿 我会尽心尽责照看好她 她的语气是她说正是时一贯的严肃平和 我抬头想要辩驳 可她猥琐眉心 深邃地眼眸凝着我 竟让人感受到隐约的担忧 就好像她真的很担心我的状态 我瞬间引起息骨 不再与她对峙 好巧不巧 几天之后 我在自媒体平台上的账号 收到一条私信 邀请我做广告推广 那个账号我用来记录 童童的日常 分享一些育儿感受 也就几千的粉丝 没想到也能接到广告 更巧的是 推广的项目 就是这家商场的健身房 对方给出的广告费诱人 我便尝试着配合他们拍了视频 并在视频号上发布 没想到反响不错 于是我利用 寄予穿与童童见面的时间健身 一开始是为了更新视频 但也有额外的收获 比如运动让人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不断变好 还让我长了不少粉丝 开启了带货之路 也算带给我自己和童童 一份生活保障 至于寄予穿给的不菲的抚养费 我自离婚后 便一分未动地存在卡里 那大概是因为 我脱离了一段不合适的关系 此刻我对着寄予穿 未经大脑便说出这句话 寄予穿眼底的笑意 一点一点消失 眼神虫又变得深邃 隐藏其他不可捉摸的情绪 我意识到 大概是我说的话让他不高兴了 寄予穿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 他没再跟我说什么 与童童道别后便先行离去 连个眼神都没有给我 我只能冲他的背影 吐舌做了个鬼脸 接下去一周我过得无比忙乱 童童咳嗽了几天 夜里突发高烧 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肺炎 需要住院 我独自陪着童童 在医院熬了两天 偏偏中午的时候 寄予穿告诉我 他出差在外地 周六怕是赶不回来接女儿 没事 你忙你的 疲惫让我嗓音沙哑 寄予穿大概发现我的异样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紧绷 鳞霜 没出什么事吧 我看着女儿手背上 扎着针头的可怜模样 心底莫低一酸 在某一瞬间 内心变得脆弱不堪 可是作为童童父亲的寄予穿 人在千里之外 还有忙不完的事业 他从来不可能随叫随到 告诉他也是无济于事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保持身线平稳 没什么 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挂了电话 继续守着女儿 不敢离开她半步 童童在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很少生病 平时偶尔感冒发热 也很快会好 我一个人尚且顾得上 这次住院 却让我深感无力 病房门被推开 进来的是一身白大褂的周易 周易是我高中同学 那时候我们同事班尾 相处得不错 毕业后才渐渐断了联系 童童周岁之后生了一场病 接诊的医生恰好是周易 那段无比灰暗的时光 好在还有老同学的支持 她帮我照料生病的童童 直到康复 后来我离婚后 也在生活上给予诸多帮助 童童身体有什么问题 我也能随时请教她 此时周易拎着个打包的石盒 放在床头柜 雨带关切 你要不吃点东西吧 看你这才几天 就已经瘦了一圈 她将石盒一一打开 是附近一家私房菜馆的炒菜 色香味俱全 比食堂减餐强出不少 见我没有食欲 周易劝我 接下去童童还要你照顾 你熬坏了自己怎么办 于是我从善如流地 动起了筷子 之后周易又强行 让我在陪护床上休息一会 童童我帮你盯着 你就放心睡会 这几天的睡眠加起来 也不过几个小时 我头脑昏沉的厉害 便没再推辞 迷迷糊糊中 我还在感动于 这份同学情谊 这一觉睡的沉 醒来窗外已是漆黑一片 病房留着盏闭灯 昏蒙的光线下 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正抱着彤彤 给他做物化吸入 除了寄语川 还能是谁 我猛正地拿起手机 看了眼时间 已经接近午夜 再看看突然出现的寄语川 怀疑自己产生幻觉 寄语川听到动静 朝我这边看来 面色实在算不得好看 彤彤被面罩罩着 难受地扭动身体 寄语川便抓着他的小手 温声哄他 之前抱着他做治疗 他怎么也不肯配合 半小时下来精疲力尽 可寄语川轻哄几句 他便能乖乖听话 我心情一时有些复杂 寄语川简单地解释 彤彤刚有阵咳嗽挺厉害 医生说家做一次物化 看你睡得沉也没叫醒你 小小的一个人 色缩着 模样有些可怜 我起身想去抱抱女儿 身上的毯子随着动作掉落在地 你在睡会 这边有我 寄语川皱了皱眉 语气比刚刚冷了几分 这是在责怪我 没有照看好女儿 连日的压力 无助和委屈 似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换季幼儿园病毒流行 统统不小心被传染了 没照看好她是我不对 但换作是你 也未必能做到比我好 我压抑着情绪 尽量克制自己的声音 出口的话 仍带着无法掩饰的怨怼 昏暗中传来沉默的叹息 良久 季宇川才缓缓开口 小孩子生病很正常 你不需要自责 我也完全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她的声音低沉阴雅 难掩得倦怠 说是这么说 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小声嘀咕 林霜 你非要这样揣测我吗 她的语气无奈 似乎还带着薄薄的韵怒 我哽着脖子还想争辩 但季宇川向来不喜欢争吵 你太累了 再睡一会 这是她惯用的方式 一句话结束争执 我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 我去洗手间洗把脸 让自己冷静下来 镜中的人面容苍白憔悴 眼下阴影明显 长发很多天没有打理 黏腻地搭了在脑门上 像一堆被放弃的乱草 不知什么时候起 我和季宇川变成现在这样 一见面便针锋相对 气氛非要剑拔弩张 我朝脸上泼了把凉水 洗去这副连自己 都不待见的样子 第二天 周易告诉我 我睡着的时候 她替我接了个电话 对方说是彤彤的父亲 她便将情况告诉了她 季宇川正在阳台上 对着电脑开视频会议 身上还是昨天那套西装 下巴上胡茶明显 向来考究的人 也有顾不及形象的时候 她偶尔分神往病房内瞥一眼 对上我的视线后 又立马撇过脸对着屏幕 我将昨晚盖在我身上的毯子 还给周易 那一看就不是医院提供的 想来只能是周易的 就在周易接过毯子后 季宇川趴得合上电脑 抬步走入病房 她处在我和周易之间 双手插都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今天有我陪着彤彤 要不你先回去收拾一下 哇 真的有那么糟糕了吗 之后几天季宇川将医院病房 当成了自己办公地点 我好歹能松口气 至少有时间可以好好吃饭 晚上还能安心睡一会 彤彤很快恢复 出院那天 季宇川开车来接 周易事物巨细地交代 出院后的注意事项 季宇川抱着彤彤站在车旁 醋眉等得极为不耐 看样子要是我再不走 她随时可能上来 将我拎上车 这个人向来爱惜自己的时间 林双 有没有想过 彤彤需要一个 能实时陪伴在身边的父亲 你这样一个人也太累了 周易摸了摸鼻梁 低头看着脚尖 神情有些不自然 那边季宇川 已经砰的甩上车门 显然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我没有时间多说什么 向周易挥了挥手 上了车 后视镜中周易始终看着我们这边 直到身影变得渺小 模糊 最后消失不见 我不禁有些走神 周易的问题我确实没有考虑过 我经营着自己的自媒体号 有能力顾好彤彤彤彤彤也可以时常 与季宇川见面 我满足于现状 确实没想过改变 一路上彤彤不时爆出些同言同语 惹得我和季宇川捧腹 后视镜映出男人的眉眼 他的眼形狭长 笑起来眼尾舒展 阳光下呈现出浅浅的纹路 正是有魅力的年纪 我沉浸在秋日暖融融的阳光中 直到季宇川的话 将我拉回现实 要不我带着彤彤在我那住几天 他从后视镜中不确定的看了我一眼 多少带了点试探意味 和谐的氛围自此荡然无存 我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浑身充满戒备 那个家对我来说全然是不太美妙的回忆 离婚后我更是在未涉足 不用了 彤彤我自己会照看好 幼儿园离我那近 接送也方便 我语气冷淡 是不容商榷的态度 季宇川似乎早料到如此 饥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也没在这件事情上纠缠 他将我和彤彤送到住处楼下 妇女俩上演了一场 依依戏别的戏马 夕阳穿透狭小的巷子 那人一袭深灰色洋泥大衣 身长玉丽 就像站在交错的光影里 我有一瞬间的恍神 眼前这个人和记忆中 那个清俊的少年有稀许偏差 可那一年 他也是这样出现在巷子里 闯进我的生活 我和彤彤现在住的房子 是奶奶留给我的一套三居室 那年奶奶身体上好 我和季宇川 在同一个夏天来到这 季宇却完全不一样 在我不记事的时候 父母离异 我跟着我爸 后来我爸再婚 弟弟出生后 我就被送来 跟奶奶一起生活 而季宇川 刚升入对面的重点高中 她是奶奶的房客 那个炎炎的夏日傍晚 我独坐在阳台上 手里捧着半个西瓜 看着那个瘦高的少年 渐渐走近 西洋将她的身影拉到老长 她单肩背着书包 背挤微钩 简单的白屁和运动短裤 蓬松着头发 随意不羁中 又透着几分干净帅气 走到楼下 她似有所感一般 抬头对上我的视线 狭长的眼眸平静无波 只几秒钟便迈开长腿走进屋内 西瓜枝划过喉咙 冲散了燥热的暑气 从咽喉躺到胸腔 有种无名的东西 在十三四岁的年纪里生了根 季宇川总是悄无声息的 正常来讲 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交集 早上我还在梦乡的时候 她已经起床去了学校 晚上她晚自习回家 我已经入睡 我一度非常苦恼 甚至试着晚睡早起 只为了有机会 跟季宇川说句早安 或者道声晚安 季宇川总是神色淡淡 异形公式地回应我 可我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或许是因为 季宇川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男生 小小年纪我便对她见色起义 抑或是我太孤单了 将看上去同样孤独的季宇川 作为我的同盟 她总是独来独往 不会呼朋引伴 我也从未见过她的家人来看她 在我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发现唯一有机会和季宇川打照面的时间 是每周日下午 学校放半天假 季宇川会出去打篮球 然后傍晚抱着篮球 拎着打包的晚餐回家 关进自己的房间 外面打包的快餐 拿比得上家里的热汤热菜 我说服奶奶 留季宇川吃饭 奶奶租房多年 没有管饭的规矩 但是架不住我软磨硬泡 奶奶松口答应的那天下午 我雀跃地进了对面那所中学 一眼就看见 在篮球场上的季宇川 已是萧瑟的深秋 她只穿着运动短袖 修长的身影 在人群中灵活穿梭 我看不懂那些规则 视线却追随着季宇川 认定她是全场最厉害的一个 半天的时间 与我而言太过漫长无聊 我坐在看台上 看着阳光下自己的影子 齐耳短发 一副渺小幼稚的模样 那是谁家的小孩 不知道 去看看 别被关在这处不去 就在我昏昏欲睡之时 隐约听见几个男生的讨论 紧接着 身前投下一片阴影 寄予川俊梅微醋 紧敏薄唇 似乎在思考我 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学校的篮球场 我一个机灵坐直的身子 仰头望她 无比真诚道 奶奶要我来找你回去吃晚饭 话倒是说的无比自然 就好像我和她 本来就是一家人 季宇川压抑地微挑了挑眉 汗水顺着她流畅的下河线滑落 我紧张地咽了咽喉 生怕被拒绝 走吧 幸好 纪宇川没有思考太久 偏了偏头 转身走在我前面 我一路小跑着跟上 看她将外套搭在肩上 单手运球 是独属于那个时期少年人的四亿张扬 夕阳拉长一前一后 一高一挨两道身影 篮球与地面撞击发出的冥想 是最美妙的变奏 季宇川自此成了我和奶奶晚饭桌上的常客 下一个月 季宇川交的房租涨了不少 大概是给奶奶的饭钱 可是一顿晚饭怎么值那么多钱 于是奶奶将季宇川的早饭一起包揽了 奶奶感慨 都是日常青州小菜 难得季宇川不挑 这孩子随和 好脾气 我深感怀疑 她仍是一副冷淡模样 让我一度怀疑 季宇川的川 大概是冰川那个川 但是那个年纪的小女孩 有着用不完的热情 抑或是我将人生中所有未得到过的温情 一并给了季宇川 季宇川的生日在11月下旬 我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在她生日前几天 她在阳台晾衣服 手机放在一边 开着免提 对面的女生 显然是季宇川的母亲 大概是告诉季宇川 她给她转了一笔钱 生日她自己过 季宇川简单回应几句 平静地挂了电话 失落感不会因为习惯而降低 季宇川趴在阳台的围栏上 肩胛骨高耸 她将头埋进臂弯 那个背影让人感受到 不管季宇川表现得如何冷淡独立 在家人面前 也不过是个渴望温情的孩子 不被父母重视 一次次错过重要节日 怀着期待 最终只有落空的希望 我似乎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 就在季宇川生日当晚 我努力撑着直打架的上下眼皮 等到十点钟 季宇川结束晚自习回到家 敲开了她的房门 蛋糕是攒了零花钱买的 只有巴掌大一个 边缘的奶油已经开始融化 依稀可以看见 歪歪扭扭的生日快乐四个字 是我自己表上的 季宇川站在门后 那张向来平静的脸上 有一瞬间的破防 就像冰川出现裂缝 鼓鼓暖流得以涌出 宇川哥哥生日快乐 我咧嘴冲她笑 该说我刻意讨好季宇川 抑或单纯的想要给她一点慰藉 似乎并不重要 单支蜡烛微弱的光亮 映出季宇川略微发红的眼眶 她转身 掩去那一刻的洞容 我跟着进屋 不防双脚被门槛绊了下 整个人朝前扑去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的脸已经埋进蛋糕中 季宇川愕然转身 在看到我的狼狈模样后 旋即扑哧笑出声 冷峻的眉目舒展 季宇川笑得肩膀耸动 弯腰靠在书桌上 高冷的形象崩塌 那笑容就像雨后出情的风 我一时看了有点呆 直到季宇川拿起纸巾 无奈地帮我一点一点 开去脸上黏着的奶油 我整个人有些飘飘然 后来蛋糕没吃成 季宇川倒是花了半天时间收拾残局 自那之后 季宇川才与我变得热络 她会辅导我做功课 也会在周末打球的时候烧上我 我就像是她的小跟班 季宇川的同学自动理解为 我是她妹妹 在球场看台遇见的女生 她们逗我说话 给我买零食 从她们看向季宇川的眼神 我知道她们做这些 只是因为季宇川 于是我从来不接受那些零食 不给她们一丝接近季宇川的机会 季宇川与我 就像是一位兄长 一个朋友 陪伴我度过那段故技的时光 我从未意识到 那种古怪的战友欲 从何而来 直到季宇川高考结束 她从奶奶家搬走 临走前 季宇川揉了揉我的头发 神色温和 双双 以后我会回来看你的 多么像在哄小孩 巷子口停着辆黑色四家车 司机上楼帮季宇川搬东西 邻居议论着那车不菲的价格 大概可以买下我们这一套房子 那一刻我隐约觉得 季宇川和我该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来着只是暂住 而我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将被困在这个老城区 我面对着 航道上方纵横交错的电线 心底生出无端的惆怅 那一方天空因为少了一个人 而变得格外灰败 而我的生活 又会回到无边的孤寂中 有的人终究是要离开的 季宇川考进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 离开了这座城市 之后趁着寒暑假来过几次 可惜每次我都不在家 我不是在母亲内短住 就是在父亲内帮着照顾弟弟 我的假期有种居无定所的忙碌 季宇川托奶奶给我烧东西 零食或者是书籍 没有新意 但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上中学之后 身边女生开始讨论有好感的男生 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 我无数次回忆季宇川的样子 就像在心里埋下的一粒种子 还没等到她生根发芽 就被风吹散 她在大三那年出了国 后来的几年 那个身影就在这个破败的老城区 彻底消失 我考上了季宇川的高中 学业变得紧张 很多事情无暇顾及 之后上大学 毕业实习那种名为想念的情绪 也在日复一复的忙碌和成长中 悄然淡去 季宇川只占据了我人生中 无足轻重的三年 我从没想过她会突然再次出现 大学毕业 我进入一家自媒体公司 很少有机会回奶奶呢 就在半年后的某天 我接到医院的电话 才匆匆赶回去 看到躺在病床上形容哭稿的奶奶 医生说 检查结果不理想 让我做好准备 突然的消息让我瞬间眩晕 人往后栽去 却倒进一个宽厚结实的怀中 隔了数年的时间 就在这样的际遇中 重逢季宇川 她的眉目清俊依旧 成熟中却透着几分陌生感 医生说 如果不是季宇川正好去奶奶那 及时发现独自昏迷在家的老人 将她送到医院 我看到的将会是另外一种后果 我辞去实习的工作 一心在家照顾奶奶 季宇川有空便会来看望 生老病死本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奶奶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她怕我一个人孤独无依靠 小季是个重情义的孩子 我也就关照了她一段时间 她从来没有忘记我 把你交给她我也安心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就算没有很深的感情 还有责任在 她会好好待你 奶奶时常唠叨这几句话 不知道是清醒还是迷糊 她只想着让我有个依靠 却自私的没有在意 季宇川是否愿意 我不知道奶奶私下里 有没有找季宇川要求过什么 直到临走前 她仍拉着季宇川的手 要她照顾好我 以至于后来季宇川带我领证 给我一个像样的婚礼 我一直都很想问问她 是为了完成对一个老人的承诺 还是真心想要选择我 可我终究不敢问出口 而我之所以没能拒绝 大抵是当时软弱 也想要有个亲近的人可以依靠 母亲在我成年之后 变向是不相干的人 父亲操办完奶奶的葬礼 在她现任妻子不耐的催促下 没再顾问我将来的打算 自始至终陪伴在我身边的 只有季宇川 那段彷徨无一的日子 她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可当时年纪小 并未意识到 这种单方面的衣服 注定无法长久 彤彤痊愈后 我接到一家亲子酒店推广的项目 报酬很诱人 想到还能顺便带女儿短途旅行 我心动不已 就在我毫不犹豫 准备接下这个项目时 酒店负责人发来了详细的要求 必须是父母双方带着孩子 在酒店度过两天一夜 用视频和照片记录入住体验 盯着父母双方四个字 我犯了难 纪宇川会配合我完成这次亲子酒店体验吗 似乎没那个义务 可让我放弃又心有不甘 就在执着之时 恰好接到纪宇川的电话 这电话提醒着我 又到了周五 她跟我约好接同痛的时间 我犹豫着将这件事告诉纪宇川 电波里陷入沉默 隐隐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悬着一颗心 每一个声响都像扣在我胸口 如果你没空 我可以找别人扮演童童的爸爸 在纪宇川给我最终答案之前 我提出了另一个看起来可行的解决方案 那头键盘敲击声骤停 空气也凝固了斑 我一时摸不准纪宇川的情绪 反正平台上也有很多协议夫妻 合约情侣 网络世界只求流量 没人在意真假的 我下意识地解释 林霜 你是这样想的 纪宇川语气清冷 那你要找谁扮演童童的爸爸 那个姓周的 纪宇川口中那个姓周的 想来就是周易 这让我灵光一闪 也不是不行 不得不说 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周易和童童相处的不错 就是不知他有没有时间 就在我认真思量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时 听筒里传来纪宇川压抑的声音 可是童童的爸爸只能是我 我一时无言 林霜 你别当我是死了 纪宇川撂下这句话便挂了电话 这下我确定 纪宇川情绪不佳 就因为我要找人冒充童童的爸爸 我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出了 纪宇川的大忌 随即手机屏幕亮起 纪宇川发来的信息赫然显示在上面 明天早上过去接你们 我隐约觉得哪里不对 我还没说具体时间 纪宇川怎么知道是明天 时间紧迫 我不再想那些别的 着手去联系酒店负责人 那家酒店新进落成 从选址到设施 都是本事最佳 还没有正式开业 先请了一些博主体验 借此在网络上宣传 我一边游玩一边称赞 童童一手拉着一个 游乐场让他快乐的忘乎所以 想来这也是童童出生后 第一次亲子游 纪宇川一改前日在电话里的音谊 嘴角微微上扬 看起来也很享受 童童十分独立 但在纪宇川面前 又化身成胶气包 被抱在怀里 背在背上 坐在脖子上 捧在手上高高举起 这种和谐的氛围 一直持续到晚上 酒店负责人给我们安排的 是一间亲子套间 卧室里一张大床 还配有一张小床 童童沉浸在喜悦中 睡前还拉着我和纪宇川的手 乃声乃气地说 真希望每天都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玩 我下意识地朝纪宇川看去 他没有反驳 垂眼看着女儿 目光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再看看女儿单纯满足的小脸 我一时心绪复杂 我开始认真考虑周易的话 童童还小不会表达 所以我一直忽略了 单亲妈妈能够给到的照顾 远不如父母陪伴带来的心理满足 我自信可以照顾好他 但是替代不了父亲的角色 小孩和父母在一起 会更有利他的成长 哄睡疼痛后 我走出卧室 寄语穿正 端坐在客厅沙发上 手里抱着笔记本电脑 沉浸于工作 我站在门口 有些呆正地望着他 他换上酒店睡袍 头发威势搭在额前 暖黄的灯光 揉合了冷硬的眉目 往下是高凸的喉解 寄语穿似有所感 抬眼的瞬间眼神烧暗 我顺着他的视线 才察觉方才只顾着洪睡疼痛 睡袍滑落 半边肩膀裸露在外 我扯好睡袍 顿觉耳根发热 又气自己矫情地 像个未经世事的小女生 和寄语穿再婚那两年 又有什么没被看过 为了缓解空气中悬浮的尴尬 我倒了两杯红酒 一杯递给寄语穿 你还没戒掉 寄语穿俱眉微醋 有一段时间我睡眠很差 依赖酒精才能勉强入睡 早就戒了 万一我醉了 统统一个人怎么办 以前我能放纵自己 肆无忌惮地喝醉 是因为知道不管多晚 寄语穿一定会回来 彤彤不会没人照看 可是一个人带彤彤不行 我得时刻保持清醒 寄语穿面色烧鸡 顺势接过酒杯 时间上早 我抱起平板 坐在沙发的另一端 平板里有在酒店拍摄的内容 再往前 都是彤彤的视频 记录着它每一阶段的成长 我翻看着 心情变得异常柔软 寄语穿不知何时放下自己的电脑 凑过来和我一起分享女儿的成长 这些都是我错过的 低沉的嗓音带着一丝怅然 它离我不过几公分的距离 呼吸间喷勃的酒香 还有酒店同一种洗衣液的香味混杂在一起 干扰了我正常思考的能力 寄语穿也没能好到哪去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身体又往我这边轻了几分 我抬眼与她对视 她的眼神深如海 海平面下藏着汹涌的浪涛 我太熟悉这种眼神 欲望不会宣之于口 但会化为默契的行动 就在她温热的嘴唇触碰到我的一瞬 疼痛的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妈妈 大概是换了个环境 她睡得并不安稳 这声叫唤也把我拉回现实 我神志恢复清明 一把推开寄语穿 蹲向卧室 仿佛逃一般 哄着疼痛 我也昏昏欲睡 寄语穿进屋给我们椰好背脚 床垫塌陷 是她在床宴坐下 双双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重新开始 寄语穿像是自语一般 我睫毛微颤 但是没有睁开眼睛的勇气 半晌 她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起身走往客厅 脚步微晃 大概是喝醉了 寄语穿才会说出这种话 即便是清醒的 也是因为和我一样 考虑到女儿同时需要父母的陪伴 可是婚姻不能 只靠责任维系 这一点我太清楚了 我不敢尝试第二次 至于那个吻 只是当时的气氛使然 一时失控罢了 之后我又陷入了新一轮忙碌中 我把拍摄的资料剪成视频 发给酒店负责人 对方提了些修改意见 无意地说了句题外话 你和你先生感情真好 我有些心虚 毕竟隐瞒了已经离婚的事实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呀 我下意识地反驳 负责人道 你看你先生眼里都是你 我将信将疑 重新翻开那些影像 有一针是我们仨 站在天台看日出的背影 我手指着前方 彤彤被眼前景象吸引 季宇川手里抱着彤彤 绚丽的朝霞 硬着他侧头 看向我的轮廓 还有一针 彤彤坐在旋转木马上 我拿着相机给他拍照 季宇川站在一边 双手抄兜 看着我的眼神 样着柔和笑意 我关闭平板 心跳失序 视频发布后 我又涨了一波粉 收获点赞和评论无数 季宇川虽然只漏了侧面和背影 但不影响被赞颜值高 无数人吵着要看正脸照 当然也少不了很多人 夸我和季宇川般配 统统更是捡了父母的优点长 对于这些评论我只能一笑置之 之后我决定趁火追击 做一期关于儿童预防流感的专题 请儿科医生用问答的形式做科普 周易爽快地帮忙 结束视频录制 我请他吃了顿饭 上次问你的问题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周易切着牛排 突然直直地看向我 什么 我疑惑 给彤彤找个爸爸 他扔下刀叉 认真道 你考虑考虑 我怎么样 这话题来得猝不及防 我被果汁狠狠呛了一口 周易赶忙绕过来 给我拍背 又帮我倒了一杯白开水 等我好不容易平复下来 只觉得好笑 周易 玩笑不是你这么开的 周易大落下嘴角 不掩饰失落 我突然意识到 或许这不是一个玩笑 我从高中时期 就对你挺有好感 可惜那时候 大家心思都在学习上 后来大学又分隔两地 我一直没有机会 周易摊了摊手 好不容易再见到你 没想到你一年早婚 孩子都有了 等你离婚 我以为机会来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我端着水杯 突然觉得如梗在喉 我确实没想过 周易对我有那方面的心思 就算现在知道了 也不知如何回应 我以为只要陪在你身边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 可是看了你最近那条视频 我就知道我没戏 不管你们因为什么离婚 可还是有感情的吧 我设想了下 如果明目张胆地追求你 会有一种插足别人家庭的罪恶感 周易自我解嘲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与季宇川现在的关系 或许在外人看来 多少有点不清不白 如果说只是为了女儿 连我自己都不信 周易向我伸出手 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我还是彤彤最好的医生叔叔 周易是个洒脱的人 我便也释然伸手回握住她的手 彤彤变得非常依赖季宇川 每周六要求去季家和季宇川 待上一整天 晚上司机会准时将彤彤送回 我也有时间专注自己的事情 便接受了这种模式 只是这周六傍晚来的不是司机 而是季宇川的助理小杨 小杨有些为难 说彤彤不肯回来 既宇川又有应酬 只能麻烦我去接孩子 我犹豫了下 还是上了车 城郊的别墅 屋内陈设还是原来的样子 只是过于冷清 彤彤正在游乐房完的望我 陪在她身边的保姆 是以前未见过的陌生面孔 小杨解释 你走之后 季总辞退了家里原来的保姆 季总母亲 后来也搬到自己住所 哦 这里没有别的女人来过 这两年季总都是一个人 小杨又盲目叠加了去 我牵强地笑了笑 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的 小杨却有些急了 可是有些事情我不说 你就永远不会知道 季总一直是牵挂着你的 打点你的抚养费 一分未动 他就老担心 你带着孩子怎么生活 有一次在路上 他看着一个女人背上背着孩子 一边做骑手送外卖 季总沉默了很久 问我你会不会也是这么辛苦 我看他眼眶都红了 哇 你第一次接的那个广告 就是商场健身房那个 是季总想的办法 他投资了健身房 要求就是请你推广 这令我愕然万分 我曾经怀疑 才几千粉丝的号 怎么可能接到推广 还到手一笔不小的广告费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接到越来越多的合作 走上正轨 生活无忧 可原来 一开始都是季宇川的安排 还有 你知不知道这次酒店 小杨画到一半 大门被撞开 季宇川带着一身酒气 跌跌撞撞的进来 我忙上前将他扶稳 季宇川将半个身子的重力 压在我身上 眼里阴着酒气 看起来有种罕见的清澈 他咧开嘴角 双双你来了 小杨目瞪口呆 非常有眼力的告辞离去 我一个人吃力的将季宇川 扶去三楼房间 之前季宇川也会有频繁的应酬 稍微喝高了回来倒头就睡 不会醉成这副模样 原来平时气质清冷的男人 撒起酒疯是这个样子 他就掉自己的领带 甩下外套 然后居然当着我的面脱掉裤子 接着一颗颗解开衬衫的扣子 我瞥开眼 你 你 你要是想洗澡 去浴室脱啊 季宇川像恶作剧得逞一般 得意道 双双你是害羞吗 却不想 下一秒他便掀太被子 直接躺了进去 我忍不住去打量季宇川的睡颜 尽管在睡梦中仍促着眉心 看起来并不舒坦 那两年我睡在他身边 偶尔见他也是拢着眉心 似乎有排解不了的压力 也从未真正开怀 我没有问过他的压力 从何而来 季宇川自然也不会主动找我分担 当年我被季宇川带到这个家 我才知道 原来我和他的家境差距如此悬殊 季家做的建材生意 占据当地半个建材市场 季宇川的父亲季林没有露面 他向来是个十分忙碌的人 可那到底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准婆婆颂月也并没有拿正眼看我 让我意识到 季宇川的父母或许对这场婚姻并不赞同 只有季宇川握着我的手 给我安抚的眼神 后来又坚决带我去领证 当时天真的以为 只要季宇川不放弃我就够了 可是事情朝着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婚后我着手找工作 一个不错的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却意外怀孕了 季宇川很高兴 他是真心期待一个生命到来 我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工作 在家专心待产 从早期的孕兔 酸水灼烧喉咙 让我几乎失声 到孕晚期水肿 行动困难 整个孕期像是受刑 我很少见到季宇川 一个人苦苦熬过一天又一天 孩子出生之后 季宇川变得愈发忙碌 经常早出晚归 为了不影响我睡眠 他干脆搬到了客卧 彤彤成了我的全世界 我亲力亲为地照看他 不允许他离开我的视线 产后激素水平的变化 情绪完全不受控制 我变得敏感 多疑和脆弱 只要彤彤有一点异常 我便紧张万分 季宇川请回来的育儿嫂 反复开导我 也无济于事 宋月看着我整日没精打采的样子 凌乱的头发 沾满奶渍的衣服 他没说什么 但他的眼神已经写满不赞同 甚至是嫌弃 他一开始就不看好我 婚礼那天 挽着他的手臂陪在他身边的干女儿薛宁 才是他理想的儿媳人选 漂亮 大方 还有着和季家相当的家境 甚至家里的保姆 也在背后闲言碎语 说我嫁给季宇川 简直是乌鸦飞上枝头 但也当不了凤凰 可纵使宋月这样精致考究的女人 也没能拴住丈夫的心 不久之后 季林在外面的女人 带着十岁的儿子找上门来 那女人不过比季宇川大十来岁 上门无非是要名分 宋月再也维持不了体面 大吵大闹了几天 最终已离婚结果 季宇川和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厚 她表现得无比镇定和冷静 看起来早就知道这回事 也没有让这是影响到她 这场变故 在一个月后 以公婆离婚平息 我对此更加默然 只顾好自己的女儿 其他介于我无关 只是我好几天没有见到季宇川 但对她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半分 反而愈演愈烈 任何一点小事都要打电话找到她 如果一时没人接听 我便不停拨号 直到那头传来季宇川无奈的声音 我刚才在开会 不方便接电话 这点小事 月儿嫂会帮你 双双 你是不是太紧张 太焦虑了 我将季宇川的无奈理解为厌烦 可越是这样 我越想要得到证明一般 控制不住想要听到她的声音 后来她为了避免开会被打断 干脆将手机放在办公室 如果真有急事 你直接打我办公室电话 会有人通知我 季宇川给了我她办公室的号码 彤彤满周岁之后的某天 突然呕吐腹泻 我打不通季宇川的手机 便第一时间拨了她办公室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薛宁 我有所耳闻 她在季宇川的公司实习 电话那头声音甜美 却满含讥讽 你以为宇川很空吗 你这样打电话给她 知不知道会影响到她做事 我麻木地挂了电话 我不能去想 什么会议需要开到深夜 而那么晚了 薛宁为什么会在季宇川办公室 我独自抱着童童去了医院 也是那次我遇到了周易 在家里遇见季宇川 已经是童童病狱之后 她见到我第一句话便是问我 童童生病了 你带她去的医院 我抱着童童 头也未抬 好奇怪 你这个时候想到关心你女儿了 我从未想过 会用如此尖刻的语气 跟季宇川说话 抱歉 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 季宇川倦怠的揉了揉眉心 似乎没有听出我话语带刺 她还想问什么 可对上我冷淡的态度 沉默了一会 转身进了书房 我和季宇川 像是进入了两个不同的频道 我总能找出理由 去挑她的刺 可季宇川并不与我争吵 以她的性子 也不会放低姿态哄我 更多时候 是我单方面的冷战 双双 我是不是当初 就不该急着和你结婚 几天之后 季宇川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她终于承认自己后悔了 离婚是我提的 要求只是带走童童 我以为季家会争抢这个孩子 可季宇川不仅让我带走童童 甚至给出了高额抚养费 在这方面我感激她 但出于自己的骄傲 我没有动过卡里一分钱 回头去看那两年的婚姻 是不堪回首的过往 我厌恶那段时光 更是因为不忍直视当时的自己 一头扎进自己闭塞的世界 对其他一切不闻不问 甚至失去基本的判断 季宇川的房间 确实没有任何女人存在过的痕迹 我起身去给她倒杯水 手却被攥住 双双 你不要走 你不要去找她 季宇川的手宽厚依旧 温度却冰凉 找她 找谁 我只当季宇川酒醉说胡话 安抚她 我只是去倒杯水 我不渴 我不要喝水 你就在这 哪也不去 我无奈地坐回床檐 任她有些孩子气得不撒手 双双 我们要不要重新开始 就在我以为季宇川已经睡着了 她再次开口 她看着我 眼神无比清明 并没有醉 还有上次 其实她一直是清醒的吧 是我当她醉了 那么多人看到的东西 是我自己一直看不清 或者是故意忽视了 得知我怀孕奈慧 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人 激动的眼眶发红 她说 我们还有将来的宝宝 从此会是最亲密的人 她不是那种在言语上 体贴如微的丈夫 但是孕妻会给我带回 和口味的食物 帮我按摩酸痛的身体 女儿出生后 不管多晚 她回家总会进房间 在我们母女床前坐一会 也会在我半梦半醒之时 从身后拥有我告诉我 她会凭自己的能力 给我和彤彤安稳的生活 她不会成为自己父亲那样的人 就连离婚 她也说 如果你已经决定好 有更好的选择 那我不拦着你 更好的选择 怎么才算是更好的选择呢 人终究会屈服于身体本能的反应 关于那个夜晚最后的记忆 是那双清明的眼睛变得炽热 原来海水也可以燃烧出灼烫的火焰 我们稳得难舍难分 熟悉的气息 让人有种恍如隔世的感动 第二天我醒来 挪开寄雨川搭在我腰上的手 巧声离开了房间 彤彤已经早早起床 在游戏房晚起积木 我还要回复工作上的邮件 熟门熟路的走到书房 打开电脑 邮箱页面打开着 登录的是寄雨川的账号 最近收到的有几张照片 主角竟然是我和周易 我一眼便看出是那天在餐厅时被拍摄的 因为角度问题 周易帮我拍背的姿势显得格外亲密 冲我伸出的手也像是要牵起我的手 再往前还是这个账号 在两年前给寄雨川发的照片 是我和周易在医院 应该是童童生病那次 明明只是他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 看起来却像是我趴在他肩膀上哭 邮件没有任何文字内容 只是发给寄雨川这些带有误导性的照片 不管发见人是谁 目的在明显不过 大厅传了喧闹声 打断了我的思量 宋月来了 跟着她一起来的 还有薛宁 我对这位前婆婆没有特殊的感情 直礼貌地打个招呼 宋月上下打量我 眼里藏着几分欣赏 她说 林霜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 现在的我够不够得到宋月选择儿媳的标准 但我已经不在意她的眼光 毕竟有血缘关系在 宋月对彤彤的喜欢异于眼表 而彤彤也一点不抗拒自己奶奶 两人一起挽起了积木 我转身回了书房 薛宁拦住我的去路 她扬着眉梢 眼神满是不屑 你都已经跟雨川离婚了 还出现在这里干什么 我回头冷淡地反问她 你管我 你 薛宁向来骄纵 此刻已经气急 扬起的手被男人的大手禁锢住 身后是季宇川黑沉的脸色 薛宁 你别太过分了 季宇川动了怒 你给我发那些照片 别以为我不知道 看在你是我妈干女儿的份上 我之前没跟你计较 所以照片是薛宁发给她的 我恍悟 关于两年前 季宇川认为我有更好的选择 在后来她对周易莫名的敌意 还有昨晚说不要去找她的那个她 或许因为她对我和周易有所误解 那我还不是为了让你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薛宁突然意识到什么 不对 你怎么知道发见人是我 季宇川甩开她的手 又看向我 语气变得和缓 想知道的事情自然能查到 两年前我被误导 现在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薛宁还想争辩什么 却被门外的颂月制止 当时你吵着去宇川公司实习 如果知道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思 我万万不会答应你 不管怎么说 你怎么可以破坏别人家庭 薛宁知道自己干妈痛恨第三者 最终掩旗息鼓 只能气愤地离去 之后我的账号被留言挤爆了 都是各种谩骂 说我装腔做事 说我欺骗粉丝 更有甚者 说我私得有问题 原是有人发布了一些照片 说我已经和彤彤爸离婚 原因是我婚内出轨 那些照片我在军雨川邮箱里看过 不用想也知道出自谁的手笔 军雨川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声音沉着 叫我不要担心 他会处理好一切 晚些时候 周易在同一个平台上 发布了澄清的视频 并且声称 对于造谣毁他清白 影响他找对象的人 他会追究责任 在晚些时候 亲自酒店的官方账号 进行了一次直播 直播采访的是酒店的创始人 穿着白衬衫 黑西装的军雨川 风神俊朗的出现在直播间 网友表示 这可不就是彤彤的爸爸 那个未露正脸的男人 原来这么帅 主持人问他 为什么会有创立一家 亲子酒店的想法 军雨川为家思索道 每个小孩都渴望父母的陪伴 我希望他们 能在这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当然 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 原先我只是想建一家 普通的度假酒店 可后来 我想借此修复一段感情 主持人露出得体 又不是八卦的笑 那看来 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的 季雨川对着镜头 她是我爱的人 也是我女儿的母亲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季雨川 在镜头前从容的侃侃而谈 她说起和那个她的相遇 说她是个多么温暖又开朗的小女孩 她说她自小缺乏父母陪伴 很少感受到温情 习惯孤独 后来却被一个小女孩打动 即便是在国外那几年 仍时刻惦念着她 她说她终于找到机会 可以陪伴在她身旁 可又因为一些误会 平白错过两年 因为一些可笑的原因 放弃那段婚姻 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自以为行动可以代表一切 却一直忽视了她的心理状态 没能及时给到她同样的温情 季雨川低头看着自己无名指 不知何时从又戴上先前的婚戒 似乎在总结这两年的感悟 沟通 理解和陪伴 在一段感情中同样重要 直播间因着感伤的气氛陷入沉默 对着平板的屏幕 我的眼眶渐热 主持人即是暖场 那你此刻想跟她说些什么 我想跟她说 只见季雨川拿起手机 播出了一个号码 屏幕上显示季雨川的来电 我掺着手滑动接听 此性的声音隔着电波 隔着屏幕同时响起 我不仅想要你做我孩子的母亲 还要你继续做我的爱人 可以吗 双双